本期视频将同酒精雪茄和美食三个方面为您介绍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饮食议事话不出正片开始 1874年春,英国著名政治家伦道夫丘吉尔勋爵 迎娶了美国富商之女珍妮·杰洛姆 八个月后,在牛津郡伍德斯托克的布莱尼姆宫里 他们的大儿子孤孤坠地 这便是在日后与斯大林·罗斯福同列盟军三巨头 以一岛之力力抗纳粹的大营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了 如果要总凭丘吉尔的一生功过 那他只能说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政要党首 但如果只以二战期间的表现论职 那他却称了起一位出色的领袖和外交家 因为正是在他的合同联合之下 早已今非昔比,国力伟民的大英帝国 才得以与纳粹·法西斯周旋叠谢,不落下风 且他最终不但帮助自己的祖国 走出了百年以来最为风雨飘摇的至暗时刻 甚至在运筹帷幄中 还能与美苏这样的列强等量奇观谋取利益 无怪人能在最伟大的一百名英国人票选中位列榜首 但在波爵云轨的政坛之外 贵族世家出身的丘吉尔 亦是一位身安餐桌外交的享乐主义大家 丘吉尔有句著名的戏谑名言叫 我的品味十分简单 就是只会为最好的东西满足 这样的话 对于一个只重爱上等法国香槟 浓郁的哈瓦那雪茄和美味食物的人来说 还真是成不为过 那么今天我们就也从酒精雪茄和食物这三项出发 来看看这位生活习惯并不健康的政治巨人 是怎样享受他生命中的九十载春秋吧 关于丘吉尔好饮探杯的最早记录 你甚至可以一路追究到十九世纪 那时的丘吉尔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记者 当时他在被派往前线报道布尔战争期间 足足携带了三十六瓶葡萄酒 十八瓶威士忌和六瓶白兰蒂 当作自己的重要补给 关于对酒的痴迷 丘吉尔自己是这么说的 我从酒精中得到的东西 远比酒精从我身上夺走的多 虽然我们无从得知酒精从丘吉尔的身体里夺走了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钱包里的钞票肯定是被夺走了不少 因为就在1936年 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爱德华巴士 做出了退位的选择 而吃恋酒精的丘吉尔 亦在当年收到了一张相当于 如今七万五千美元的九款催账单 好在为其供酒的 是世代都与丘吉尔家族合作的老熟人 伦道夫佩恩公司 才让这种窘事没闹得太过难堪 而当上首相后的丘吉尔 其一天中的序曲也是从一杯混合了苏打水的尊尼货家洪芳威士忌开始的 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丘吉尔虽然好饮贪杯 却也有着自己的准则 那就是在午餐之前绝不喝烈酒 你还别说 就在我动笔写下本期文案时 出于好奇 我也试了试丘吉尔这个苏打水配威士忌的方子 味道还真是不赖 甜丝丝的 丘吉尔一般用它搭配全套的经典英式炸物拼盘和当天的报纸 他通常要在床上耗费整整三个半小时 并且有数规划布置全天的工作内容 而到了午餐时 就轮到他最爱的香槟出场了 在这方面丘吉尔很是讲究 能为他欣赏的牌子只有寥寥几个 其中包括始创于1827年 广受罗斯柴尔德家族和北欧皇室喜爱的吉斯勒香槟 1743年创办 被用于拿破仑庆典的明月香槟 以及在19世纪 由法国一双路易斯波莫利振兴发展的波美利香槟 但他最爱的 还得说是由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皇家认证 总部设在法国埃佩尔奈的宝露爵香槟 据相关学者估算 丘吉尔一生至少消费了4万2000瓶宝露爵 以至1965年他去世时 宝露爵特意在瓶口标签上 添加了黑色边框以示纪念 并在1984年 特意推出了一款名为 温斯顿丘吉尔爵士的特酿香槟 且该款香槟后来成了 宝露爵旗下最著名的品牌 丘吉尔的习惯 是将宝露爵装在饮酒杯里挫饮 其一生的异性知己 奥黛特·波尔罗杰夫人 曾评价这样的丘吉尔 像一位真正的爱德华时代的绅士 而每逢丘吉尔的生日 在他固定收到了礼物里最得欢心的 除了斯拉林赠送的鱼子酱 就得说是罗杰夫人所赠的一箱保禄绝了 另外丘吉尔还喜欢在午餐后 略喝些甘义白兰蒂 按照人自己的说法 这是一个安抚胃部开始消化的信号 同时丘吉尔还是小气睡眠的大力倡导者 他的习惯是在下午5点休息 在大约6点半醒来后洗个澡 遛着停顿 然后于8点开始他的晚宴 这也是他全天中酒性最浓的一餐 这里最典型的例子 是在41年12月22日珍珠港事件仅半月后 丘吉尔为货强员 冒着被德国潜艇袭击的风险决意访美 并与罗斯福在白宫会晤了两周之久 期间共进行了13次晚餐 而期间两人每每都是高谈阔论 船杯送展直至深夜 据说白宫的工作人员 甚至为此创造了一个词叫温斯顿时间 而在连续经历这样的酒宴之后 事凡身衰了罗斯福 每每都要休息上10个小时 才能从所谓的温斯顿时间中休息过来 也正是在这里 两位政坛雄姐建立了较为深厚的私人友谊 可能也正是这份不错的私交 率先成了英美两国在政治外交上 共同进退的运势基础吧 丘吉尔是在1895年前往古巴担任的记者 大约就是在加勒比的某片海滩之上吧 丘吉尔彻底爱上了哈文娜雪茄 并就此和他结下了一生的情缘 回到伦敦后 他迫不及待的在圣詹姆斯街的刘易斯店里 填写了一份古巴雪茄订货单 这家店至今仍然在售卖高品质的雪茄 只不过招牌已改为詹姆斯福克斯 但店内仍旧随处可见 各种丘吉尔的陈设百件 诉说着西年首相和雪茄之间的那段故事 话说丘吉尔步入政坛后 更是每天要抽上10根左右的雪茄 而在其一生之中 大约抽掉了20万只雪茄 关于丘吉尔对雪茄的依恋 还有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2016年 在英国设计的新版五英镑钞票上 有一个丘吉尔插腰而立 十分威严的形象 其最初的照片 是在1941年 由摄影师尤素夫·卡什拍摄的 据说当年 他可是只有两分钟来为首相拍照 但每当卡什举起相机 却发现丘吉尔总是咽不离口 卡什在多次请求无果后 竟愤然而起 愣是直接走上前去 把雪茄从丘吉尔的嘴里拔了出来 随后立即拍下了照片 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加以吸品 会发现片中的丘吉尔 看起来似乎火气很大 好像随时又把某人生吞活泼一样 还有就是当年 在英国政坛激烈的竞争中 丘吉尔经常利用雪茄 玩这么一个盘外伎俩 据说他会在雪茄中 按插一枚帽针 这样不管他再怎么抽 雪茄燃尽的烟灰都不会掉落 从而最终形成一根 有着不可思议长度的烟灰柱 而每当此时 无论是台下观众还是对方政敌 都会不自觉的将精力 集中到他的雪茄上 恍惚之间就能让人染神动智 心不在焉 你说这招绝不绝 另外丘吉尔和雪茄之间 还有一个谜团 那就是丘吉尔一只雪茄 到底抽多少 如果按照其贴身男仆 诺曼麦高恩所说 丘吉尔的习惯是每次抽半只雪茄 而剩下的部分 则由仆人收集在一个专门的盒子里 之后再将其处理成合适的规格 最终填装入烟斗完全利用 但如果按照丘吉尔在43年 因肺炎住院期间 与护士间的谈话记录所在 他自己宣称 他其实不喜欢雪茄 并且一根雪茄 他从不抽超过四分之一 这样的说辞 不管你信是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丘吉尔说 我理想中的一顿晚餐 是在享用过美味的食物后 在讨论一个好多话题 可见丘吉尔其实将用餐 视为了一门实证中的艺术 在他的政治生涯中 他利用很多晚宴 发挥了他的论辩才能 最终在餐桌前 完成了很多在会议桌上 无法完成的事情 但在纯粹的生活中 他也喜欢享用美食 并经常外出就餐 在这方面他花费了大量金钱 而要说他最喜欢的用餐场所 那必须是坐落于 伦敦的萨乌伊酒店不可 这种情节的归因之一 可能是由于他从小 就是隔壁萨乌伊剧院的常客 总之当1889年8月6日 萨乌伊酒店开业时 24岁的丘吉尔 就成了他的第一批粉丝 他甚至后来和另一位政坛名人 埃德温·史密斯 在1911年创建了一个餐饮社团 The Other Club 该组织初始成员41人 每两周在萨乌伊酒店 举行一次餐会 其中的很多人 后来都成了英国各个领域的领军者 而说到具体食物 丘吉尔喜欢了传统英国菜肴 有烤牛肉和约克郡布丁 以及颇为重口味的斯蒂尔顿奶酪 在各式海产中 他更喜欢贝类 特别是生蚝 当然像那时所有的贵族一样 丘吉尔也喜欢法国的种种高档美食 并且作为一个重度的汤羹爱好者 他最心仪的食物 就是各种法式清汤 尤其是法式牛肉清汤 他的秘书威廉斯夫人曾透露 由于丘吉尔经常工作日深夜 所以他喜欢在凌晨两三点时 以法式牛肉清汤为宵夜 所以厨房通常都会预先备下 以备首相随时传善 关于丘吉尔和汤 还有这么一段译文 话说有一次丘吉尔走访丹麦 弗雷德里克国王向他受训后 还热情的把他留在皇宫小住 但到了午夜 丘吉尔想喝汤的老毛病又犯了 但人家皇宫出访了 大师傅早就下班了 结果这位丹麦国王竟然屈尊降贵 亲自为这位踏脱器中的政坛巨人 煮了一碗热汤 你说厉不厉害 另外还有一种稀有的罐装汤品 也曾被丘吉尔给予了高度的肯定 那就是由亨市公司出产的海龟汤 据说此款商品 是由丘吉尔身边的一位副官 在皮卡迪利杂货店偶然发现 并带回了唐廷街10号 即使在当时 这种东西也十分稀有 而如今 更是只能在少数博物馆里 才能见到此汤的真品 最后要说的是 丘吉尔虽然撑得起一位美食家 却完全普通厨艺 甚至有次他说 自己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水煮蛋时 他旁边的妻子却打趣道 亲爱的 我真怕你连锅都会烧坏